冠军是中国队 苏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彻底沸腾了 在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 中国羽毛球队手牵着手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从一个巅峰攀上另一个巅峰 第13次捧起苏迪曼杯的国语 在苏州上扬了一幕幕峰回路转 荡气回肠的团魂本色 他们兑现了试夺苏杯的承诺 续写了主场不败的历史 新增了五位年轻的世界冠军 在一场场显向丛生的考验中 在一次次命悬一线的绝境里 他们坚守着球部落地永不放弃的必胜信念 以昂扬的斗志 顽强的拼搏 厚重的实力诠释了中国羽毛球队的传承 热血与底蕴 团体赛从来步伐 跌宕与起伏 惊心与动魄 但像这一次这只死地而后生的捧杯之路 还从未有过 或许很多人会将国语这次的夺冠视作奇迹 但所有的奇迹都是他们一拍拍 一步步 一纷纷靠着绝对实力和坚韧的意志品质 以及必胜的信念创造出来的 不论是过去 现在亦或是未来 团结的中国羽毛球队 始终是那只能真善战 作风优良 值得信赖的血腥团队 5月14日 等待了三年多的苏州 迎来了第18届苏迪曼杯的开赛 五天的小组赛 中国队以三个5比0 先后击败埃及 新加坡和丹麦队 闯入八强 然而 此时我们并没有想到 在这一次通往第13次夺冠的道路上 会是怎样的险象重生 会有怎样惊天骇浪的困境 等待着国语去逐一攻克 向死而生 没事的 我们可以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印尼队 混双组合正次为 黄亚球面对的是一 预期到骑兵之效的临时组合 李诺夫维德加加 或许因为雅思四年 未打团体赛的缘故 也或许就是在 充满变数的团体赛上 本土作战的中国队要冲击苏碑 印尼人的妙招 10-21输掉第一局后 正次为黄亚球又在第二局 14-19落后 就在全场观众焦急的呐喊声中 强大的雅思从暗不见光的黑暗中 硬深深撕开一道光亮 14-18 思维发球有点高 被对方扑死 14-19 这时 思维对亚球说 拿回来 我们还有一次发球追分的机会 从这一分起 正次为感觉现场一股股不同的呐喊声 化为统一的单身岛 清晰地支撑着自己毕生的信念 相反 雅琼完全听不到任何声响 此刻全世界只剩下思维 和自己彼此坚定的内心 一分接一分 雅思赛14-19时连强6分 达到局点 这时 尽管对方连续扳回2分 拿到赛点 但更笃定的雅思还是连下3分 在悬崖边上扳回了一局 决胜局 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雅思回来了 终于 他们利落地 以21-11拿下这惊心动魄的淘汰赛首分 决赛时 正思维黄雅琼再次屁挂上阵 迎战韩国组合徐承载蔡右丁 又一次 他们处在落后局面 首局18-21失利 第二局6-11 16-19 19-20落后 临危不乱的正思维 黄雅琼一分一分追 最终22-20逆转取胜 决胜局 彻底释放的他们 以21-8获胜 为国语赢得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难担全胜强势助力困难面前 信念感让国语的每一个人 都激发出了战胜逆境的强大意念 对阵印尼 石与琼首局10-17 18-20落后于刚刚两周前 在亚锦赛上夺冠的精平 以不容置疑的强势 石与琼22-20逆转局势 随后的半决赛 本是一脸孤傲的他 在2-1赢下 奈良刚攻大为中国队 将大比分扳平后 非一般的扑入孙俊之导的怀中 那一刻 他们的拥抱 仿佛在时空交错中 完成了国语几代人的交接 决赛中 石与琼快如疾风去薄分 一次次飞升 一次次摔倒 经得单打主教练夏宣泽 连连从临场指挥席上蹦起来 石与琼伤不起 而石与琼一次又一次起身 回到场中央 因为他要守护男单的这一分 那是他亲近全部都要去承担的责任 团体赛就是能激发出 比单向赛更多的斗志 全力拿下首局 第二局1-7落后 石与琼停过那段呼吸不畅的极限 借着此前的强势 2-0为国瑜再添一攻 回到热身场 石与琼坐在墙边的长椅上凉久 那一刻 他终于常常呼出一口气 从半决赛开始折磨着他的胃疼 此时依旧不舒服 纵使在完成重任后 他的身体还在痛与快乐的模糊不清中 牵扯着他的神经 团队之力犹如神柱 下场碰的对手如果打不出加速 那该怎么办 自己想一想 战胜玛丽丝卡之后 罗伊刚指导提醒着陈宇飞 尽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他2-0取胜 但陈宇飞对第一局 自己被对手骗了无数次 而感到不甘于懊恼 半决赛 陈宇飞遇到了本届苏碑 始终在为输球哭泣的伸口歉 哪怕赛前又吃了两粒纸腾片 陈宇飞发现自己在场上 还是连贯不起来 反应不过来 球过来了 却无力反击 恍惚之间0-2败下来阵来 他一时间无法诉说心中的苦涩 是的 他就是那个从团体赛中 一路风雨兼沉 也蛮生长的陈宇飞 然而 面对媒体 他能说的只有这场自己打得不够坚决 不够好 我是不是真的不可以了 这是陈宇飞办决赛后对自己的质疑 他迷茫甚至委屈 苏碑期间 太多圣者的欢庆 败者的眼泪出现在他的身边 队友鼓励他 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快速的调整能力 决赛前的深夜 教练组为了人选安排到凌晨4点 准备了至少4套方案 而在方方面面的考量下 罗志导找到陈宇飞 直言 如果队伍需要你决赛上场 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一日到了热身场 陈宇飞眼神坚定 他一如既往的选择在远离电视机的场地 进行赛前准备 只是偶尔问一句比分多少 听到领先 打平或落后 他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变化 继续自顾自在场上跑起来 但难担第二局的局末 陈宇飞回到场边稍作调整 只见体能师刘洁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齐哥赢了 陈宇飞起身 背起球包向场内走去 那一刻 他深刻地感受到 我可以 我们可以的 隔往是近来状态神勇的安喜盈 但团体赛的魔法 让做好拨命准备的陈宇飞 长出了无形的羽翼 他一扫阴霾 积极强往 加速 进攻 尽可能地占据场上的主动权 纵使第二局从领先到 被一步步追进比分 20比19 安喜盈发球 陈宇飞像豹子一样登上封网 迎球心切让他的节奏被打乱 20比20 一瞬间 场上局势又变得异常紧张 改变战术 必须拿下来 必须两局内解决战斗 最终 22比20 陈宇飞看着对方的回球落在界外 旋即丢下手中的拍子 伸开臂弯迎接着一直站在场外 等待胜利的队友们的拥抱 场边的罗易刚指导 张军主席 夏宣泽指导激动的庆祝者 也向这场内奔去 陈宇飞做到了 中国羽毛球队做到了 再一次 在苏碑赛场上大家围起圈圈 飞舞着 庆祝着 哭着也笑着 第13次达成了将苏碑留在中国队手中的承诺 南双史诗级逆转 这次苏碑中国队赢球的关键是什么 永不放弃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 只要给我们一丝机会 我们就要把这一丝机会变成圣机 中国羽协主席张军在夺冠后如是说 球部落地永不放弃 是中国队在本次苏碑夺冠的最重要原因 更是每一位观看过比赛的人都认同的共识 本次比赛最经典的一幕 无疑是中国队与日本队的半决赛 当时国羽一度大比分1比2落后 南双比赛刘宇晨欧选一 在面对宝木灼浪小林幽舞时 决胜局一度16比20落后 只要对手再得一分 中国队就将无缘苏碑决赛 向死而生 激发了国羽的斗志 让他们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绝境之下 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 刘宇晨欧选一爆发出强大的斗志与能量 开启了不可思议的神勇追分模式 虽然之前欧选一因为求胜心切而出现过判断失误 但到了关键时刻 对手连续回球出界 他都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随着刘宇晨往前反击得分 他们奇迹般地挽救了四个赛点 并连得6分 22比20逆转取胜 赢球后的刘宇晨 兴奋地跳过挡板绕场一周 向来那向的欧选一也红了眼眶 场边的张军与晨骑球跳了起来 紧紧拥抱在一起 随后这对新双塔组合 也终于在球往前完成了2023年 最帅气的清和机长 这几分是怎么拿的 还记得吗 赛后 刘宇晨已经完全不记得 最后几分的过程 但只记得一件事 我们没有放弃 欧选一也说 必须相求回过去 靠着这份沉粹的坚定的信念 他们二人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也兑现了 让陈清晨贾亦凡登场 赢下比赛的承诺 团体赛至深知道团体赛 比拼到事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往往不再是技战术的较量 中国对本次的夺冠历程 遭遇了多次考验 几番瀕临绝境 但最终都震胜了对手 震上了冠军领奖台 这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拼搏精神 已然成为国语队员们 此次苏碑之行最大的收获 每次都压轴出场的 贾亦凡陈清晨 作为苏碑四朝元老 一直处在煎熬的等待状态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 三战100%的胜率 备战期间 清晨的状态并不好 面对团体赛的压力 他只能以眼泪发泄 贾亦凡说 搭档睡不好会哭 练不好会哭 但是 眼泪并不影响他们 想为团队拿分的决心 当半决赛 刘宇晨欧选意 在中国队大比分 1比2落后登场时 身处热身场的凡陈情绪 略显低沉 是体能视陈阳 带着两位姑娘愉快的 热身跑了起来 将注意力放回他们自己身上 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 没有松险 上场前的紧张之时 陈清晨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但是 当队友将机会交到他们手上 上了场后的他们焕然一新 以激进疯狂的一波又一波冲击 将几周前 刚在亚锦赛上输过的 日本油菜花组合 杀得毫无招架之力 但凡团体赛 中国队虽然少有一帆风顺 但总是有着越是艰难 越向前的勇气与胆识 每一个队员 只要上场 都会抱着必须为团队夺分的信念 迸发出比打单向赛时 更大的能量 连续三次苏杯 时遇期保持了全身战绩 本届是五战五胜 郑思维黄雅琼虽然受到了冲击 但四次出场保持全胜 证明了当今混双世界第一 并非浪得虚名 刘宇辰欧选一出场三次同样全胜 尤其是在半决赛决胜局 16比20的今天逆转 视频出来的史诗级战役 也被教练组称为蜕变的救赎 以及 第四次打苏杯的陈宇飞 五战四胜一赴 这批从前的胜利军 如今已稳定发挥成为 队伍硬实力的彰显 也是队伍最终夺冠的重要保证 团结有爱的一家人 感谢团队的力量 第四次参加苏杯的贾一凡 实现了自己的苏杯三连冠 作为女队队长的她 深知队伍的团结最重要 我们每一刻都会为队友着想 我在场上唯一的信念是 我觉得张书贤 王畅 梁 韦康 李诗峰 欧选一还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一定要让他们离世界冠军更进一步 同样的想法也传递到刘宇辰身上 半决赛的男双决胜局 在16比20落后时 她也在为队友的世界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